字幕by索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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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幽鳴 今天早上約7點 要把我們的沙發指定送給客戶 今天就是一日送貨員的概念 OK 那GO 字幕by索典 你們做了這一行做幾年? 大概快一年而已 平常都這麼早去送貨 對啊 因為它要北上我的山下 大概... 早上六點到下午五點左右 運貨以外還要扛東西 對還要扛東西 就扛沙發、衣櫃甚麼那種 vorbei seviyan 為何呢 正常一個人就可以扛起來 蛤?? 這樣會有直接傷痛嗎? 可能腰啊 手會痠 可能手會去扭到什麼的 就是可能新來的手勢不好 可能就手會去扭到就會中起來 大哥剛踏進來這個行業的時候 最會習慣的地方是什麼? 可能時間比較長一點 好 我們現在到了客戶家 現在他們就是先把東西寫下來 再看看客戶們他們的需求怎麼樣 對於他們服務你們覺得怎麼樣? 沒錯啊 等一下客戶在五分鐘應該會到 我們還沒有到他已經被我們先到 我要從這邊貼過去 一開始在選擇家具的時候 你們大概跑了多少家? 選擇家具都是先用網路上先看 我第一個是先看到職人 但是我不知道他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剛好有一次我們從岡山回來 實際上還很早想說 欸好那我們就先來職人看看 裡面小姐也還不錯 還蠻欣欣的幫我們介紹 真的 因為你問他問題 他都很樂意的幫你回答 那個也是重點之一 後來我們又看了大概四五家吧 網路上那間夯店啊 我們都看過了 後來我們還是以我們第一次看到的職人 我就做好 你看伯伯自己講到的那個風格啦 好我也來體驗一下 拿到比較輕啦 所以感覺很厲害一樣 現在目前呢 就是已經一半了 有點小的都放在上面這樣 他們其實 要按插能力很好 好 OK 很滿意啊 因為我們會 對 後來我們去跟他聊的時候 他就問說 我們的沙發的顏色 要不要變化 我說要 因為我有剛剛說 我大概後面的搶清什麼顏色 然後小姐也很熱心去把我 去找那個顏色出來 跟我去比對沙發的顏色 很值得推薦 因為他真的就是很用心 其實我們去職人 也大概三趟至四趟了 小姐每次看到我都很熱心 那目前呢 我們都已經把貨都卸下來了 該定位的一些家具呢 就慢慢的擺放到各樓層 今天比較幸運 大概只有三層樓 再來就是進行組裝的部分 整個鴨 整個鴨 他工廠配出來的裡面沒有螺紋 所以導致腳鎖不上去 東西本來就沒有完全是百分之百好的東西 家具大型的隨時都有狀況 那就是要看怎麼處理 再幫你換一台新的過來 當下他們有發現他們做的 我覺得這不錯耶 當下半天他做的幫我們處理 當下處理那是不錯的 如果有喜歡的可以去現場看看 因為他們家具可能跟外面的風格有點不太一樣 就不像比較客製外面一般的那種感覺 我們是挑了很久 挑到我們自己喜歡的沙發 連小朋友去做的他也OK 去買一張 那一張就是我兒子特別喜歡的 他挑很久 找很久 找不到那種感覺 真的 到最後都是買下去的 那一張真的 你看有一個旋轉一眼 要不要去做做看 還有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也是真的 這個都是找很久 然後買他們家 很多都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喜歡的人都可以去知人看看 下一張要去哪裡啊 鳳山 順利路 好 OK OK 謝謝 謝謝你們的幸福 謝謝 謝謝你